大家好,我是一夜 最近呢,外媒又开始炒作战狼外交这个词了 那他们到底如何看待所谓的战狼外交呢 所谓战狼外交又产生了何种效果呢 我们今天啊,就来聊一聊这件事 首先啊,不用我说,大家应该也知道 既然外媒都用上战狼外交这样的词汇了 其态度呢,基本是负面无疑了 彭博社说,北京更有力地捍卫自己的利益 但各国可能会联合起来对抗中国 这将对中国不利 华尔街日报说,随着来自北京的压力越来越大 澳大利亚对中国的温和看法呢,迅速衰弱 德国之声则说,中国对澳大利亚采取激进的立场 这可能会影响中国的形象 我发现啊,这些文章都有一个共性 那就是避重就轻 基本上是大谈中国外交官如何犀利 但是闭口不谈犀利的缘由 其实呢,不仅是外媒有一些国内的网友啊 也不太理解中国外交时而犀利的这种风格 所以我们稍微倒回去看看最近发生的这两件事 第一件事呢,是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推特上 转发了描述澳大利亚军人在阿富汗暴行的漫画 并且敦促澳方进行调查 不料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恼羞成怒要求中方道歉 那么外媒是认为赵立坚太犀利了吗 我想说啊,这件事呢就好比你在大马路上看到飞扬 第二件事,美国的一个参议员发推特说 中国有5000年的作弊和盗窃历史 有些东西永远不会改变 环球时报的胡总编一怒之下回击说 很遗憾的是这位参议员的认知水平怎么像猴子一样低呢 这事啊就好比有个路人突然跳出来骂你说 你们家从你爷爷到你爸爸到你都是骗子和小偷 那你会怎么回应呢?难道优雅地和对方去解释吗? 我相信在生活当中啊遇到这种不讲道理的人只有两种办法 要么就是不理他,要么就是对回去 而且要表现得强势一些才能压得住对方的气焰 所以对方有错,我们该不该指出来又该不该对回去 从根本上讲关于战狼外交的非议 实际上是中国威胁论的又一个翻版 他们的目的就是要让中国打不还手、骂不还口 通过给中国扣上这顶帽子 威胁和讹诈中方 让中方放弃说出事实真相的权利 毛泽多同志早就讲过 人不犯我,我不犯人 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就做战狼又何方呢? 其实仔细来看外媒的报道的话 有些媒体并不是不承认事情存在先后逻辑顺序 比如说CNN是这样说的 与过去几十年温和著称的中国外交官相比 战狼代表了一种完全不同的外交官类型 这些中国官员不发表冗长的声明 而是在推特等社交媒体上直接回击对于中国的批评 CNN的这句话其实隐晦地承认了一个事实 就是大多数时候中国外交只是在进行回击 当然了,CNN用criticism批评这个词 我觉得它有点美化自己人了 他们对于中国不仅仅是批评 而是攻击抹黑才对 中国吊销了华尔街日报三名驻京记者的记者证 是因为他们公然用亚洲病夫这种带有 《种族歧视色彩》的标题 中国关闭了美国驻成都领事馆 是因为美国首先关闭了中国驻休斯敦领事馆 中国宣布制裁11个美国政客 是因为美国先宣布制裁林郑月娥等11位中国官员 我们就说赵立坚吧 外媒把他奉为战狼外交的代表 甚至还给他起了个外号 叫做赵战狼 那外媒最气不过的就是今年3月份的时候 赵立坚发了一条推文 当时赵立坚质疑道 美国的零号病人是什么时候在美国出现的呢 有多少人被感染了呢 有可能是美军把疫情带到了武汉 其实赵立坚当时是在反击 因为美国的部分官员公然把新冠疫情称为武汉病毒 像极端排华分子汤姆·科顿 还刻意把新冠病毒与武汉病毒研究所关联起来 要中国负责 所以是部分西方政客和媒体攻击我们在先 我们在做解释 在做对等还击 中国驻英大使刘晓明也说过 之所以有战狼是因为这个世界有狼 对于蓄意的中伤 我们一定会做出 有力的回击 坚决捍卫国家的荣誉 和民族尊严 对于 无端的抹黑 我们也一定会摆明事实真相 坚决维护公平正义 和人类的良知 别人攻击我们在先 我们不得不回击一下 所以一说到中国的外宣呢 相信不少网友又有抱怨 说中国的外宣能力不足 基本上是在被动应战 那么更为严峻的是 在国际舆论场上 不少西方媒体和政客 不仅发表大量充满偏见的言论 而且对于中国的发声进行屏蔽 那么普通的外国民众 长期接受这样的舆论 怎么可能对中国有好印象呢 这里我稍微延伸出去说一下 今年10月份的时候 皮尤发布的一份调查显示 不少西方国家的民众 对华持负面看法的比例呢 都创新高了 上升到了七到八成左右 甚至是我们的邻居日本 我们可能觉得在抗议期间 中日的关系很不错呀 但是日本人对华的负面看法呢 也出现了攀升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 主动设置议题 争夺国际舆论场的话语权 就变得至关重要了 而赵立坚转发漫画这事儿呢 就是一次很好的议程设置 西方国家不是动不动就对中国打人权牌吗 而现在呢 澳大利亚残忍杀害阿富汗的平民和囚犯 是百分之百无可辩驳的战争罪行 西方国家和澳大利亚关系再好 都很难为其辩护 而且在西方世界使用政治漫画 真扁实弊 是再寻常不过的事情 所以我们看到澳大利亚和他的朋友们 虽然是很生气 但最后呢 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 只能拿战狼外交说事儿 把矛头指向中国的外交官 企图混淆视听 而且这一次的主动议程设置呢 还达到了震慑的效果 澳大利亚明明在贸易上依赖中国 自己的军人呢 又犯下了战争罪行 却长期对我们指手画脚 结果最后自己掉坑里了 所以未来哪个国家再想对我们指指点点啊 还真得先掂量掂量 三思而后行 除此之外啊 我觉得西方国家之所以不适应 是因为像赵立坚 胡锡进这样比较犀利的风格 是近些年来才出现的 过去几十年来 中国外交官的风格 一直都是比较沉稳克制的 而我们的外交之中啊 现在依然是有犀利的一面 也有谦和的一面 比如说我个人很敬重的外交官 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 就相当的谦和大气 我清楚的记得 今年四月份的时候 崔大使在纽约时报上 发表了一篇名为 同舟共计定刻时间的署名文章 他说 纽约是我最喜爱的美国城市 看到纽约正在受难 我很痛心 他说坚信无数人喜爱的纽约 能挺得住熬过去 那么几天前呢 崔天凯大使在和哈佛教授 格雷厄姆阿利森进行对话的时候 也表示 如果美国政府愿意逆转这一进程 我们也愿意考虑 为使两国关系重回正轨 实现真正改善 双方都必须表现出善意和诚意 我觉得在中国外交环境很复杂的情况下 崔大使呢 是在用别人能够听得进去的方法 讲好中国的立场 最后啊 我想说有句老话说的好 要有人唱红脸 也要有人唱白脸 因此犀利和谦和这两种不同的风格 都是我们新时期的外交所需要的 无论我们的外交官风格几何 中国始终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 坚决捍卫国家的利益和尊严 我们下单温落 就在网上 那不算 pumped 还没有» 含这种 Urk Name 全市staw丰境 这种东西 败界发福了